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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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持人 我是来自中国移动的湖南 那么接下来呢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移动 在5G WorldWang上面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的一些 大概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那么我演讲的题目是 面向5G WorldWang 加速网络演进加速商业的成功 那么我们再谈到整个5G网络演进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整个中国移动网络发展的一个情况 那么截止目前呢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 5G Standalone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那么我们拥有的5G的基站数 达到了160万 那么同时我们的用户数呢 也即将接近7个亿 那同时还有10亿的这样的一个物联网的 这样的一个终端 可以说整个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 这样的一张5G网络 那么实际上呢 最大的网络呢 其实是意味着那个非常昂贵的 这样的一个投资 那么我们讨论演进的时候 一个最关键的 一个最首要的问题呢 就是如何能够 把我们的现有这样的一个投资 发挥到最大 来我们把这张现有的这种大规模 这个网络的潜能发挥到最大 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是考虑呢 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来面向演进来做的 第一个目标呢 就是消除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差距 也就是我们现网里面 正在落实的很多这样一个应用方面 所反馈出来的一些5G网络应用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的边缘的这样一个速率啊 覆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都有待的一个提升 那么同时呢 有可能在支持这种 Mission Critical 类似于这种公共这种工业控制里面 非常严苛的场景下呢 它可能在这种服务的这样 质量的一个确定性方面呢 也有待这样的一个提升 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需要能够让5G已经能做的一些方面的 能够做的更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5G能够做的更多 也就是打破5G现在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边界 也就是抓住抓住机遇 抓住这样整个5G未来发展中 可以更多的领域来使用这样的一个5G 让5G做的更多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交通雷达 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市场 我们又看到无源物联这样潜在的一个市场 那么在这些场景下呢 如何让我们的5G渗透进去 让5G能够为整个行业带来更多的一个价值 是我们觉得它未来演进的 第二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第三一个目标呢 就是说我们让我们的5G的使用 能够更加的这样的一个便宜 这一方面呢 是对于我们运营商本身来讲 我们希望我们网络的部署啊 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成本 包括我们的人工成本 包括我们的资金的投入 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降低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希望我们的整个对外 整个网络的使用 让我们的消费者 让我们的行业用户 能够更好的 能够用得起这样的一个5G这样的技术 这是面向未来呢 我们觉得5G演进 三个最首要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么沿着这个目标呢 我们也设计了相关的一些路径 我们提到了我们提出了十大这样的一些技术 那这些技术呢 包括比如说如何在小区边缘增强啊 如何做到内生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呢 然后还有这种融合双工技术 还有crosslayer这种跨层融通 这样的技术 来消除网络现在和用户期待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那另外呢在往外扩展方面呢 我们也提到了有例如这种空天地一起这样的一个技术 还有通感一体这样的技术 另外呢还有ELT技术等等 还有我们的新通话 VONR加这样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么面向成本降低呢 我们也提出了 第一个就是和现在非常火的 就是AI技术和5G这样的一个融合 我们希望通过引入AI技术来 我们把我们整个网络这样的一个运维的成本 能够持续的一个降低 那么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 就是希望我们整个网络的功耗能够持续的这样的一个降低 那么以上呢这个十个关键技术呢 就是我们觉得达到那个目标的路径 那么为了方便这个技艺呢 我们把十个关键技术做了一个归类 然后提出了卓越网络 制升制检和低碳高效 这样三个目标 那么有了我们前进的目标 然后有了路径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找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合作伙伴来一起努力 那么建于此呢在2021年2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5G双链融合行动计划 然后也发布了相关的一个演进的一个白皮书 那么后续呢陆陆续续我们也做了一些峰会 然后发布了一些十大个关键能力的一个白皮书 另外呢也在产业推进上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和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华为一起和中兴一起 发布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关于5Gdance的一些样机 那么截止去截止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联合那个华为啊 在我们的信息港发布了5G自主创新研发 这样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那截至目前呢有将近70家产业伙伴呢 和我们一道来推进这种5G双链融合行动计划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利用一下时间 简单的分享一下几个相关的这个十大关键技术中的几个点 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这样一个分享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提出的叫UDD这样的一个技术 这个技术呢包括那个两方面 一方面呢是单载波的UDD 一方面是多载波的UDD 这个我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单载波UDD 也就是现在在3GPP R18的时候 我们在做的叫做Subband Full Duplex 是SB FD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个这种技术呢它可以实现呢 我们的基站能够在同一个时间上 既做上行传输又做下行 既做上行接收又做下行传输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种技术呢也相当于我们的网络里面的终端呢 可以随时随地的在我们TDD的那个载波上呢 想发上行就发上行 想做下行就做下行 类似于我们把我们整个的 让我们在TDD的半段上 一个比较宽的TDD的半段上 实现一个类似于FDD的实验方面的一个性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打破了这种TDD性能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天花板 它既可以保证这种上下行的这种大带宽 这种高速率 同时呢也可以把这个实验降的这样的一个基地 因为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 来让我们整个这个网络性能 这样一个实现一个飞跃突破 一个提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在产业进展方面呢 我们在R16的时候 其实是做了双载波互补的这样的TDD 那这个其实是在两个TDD的载波之间 做成这样一个队偶的 比如说做一个是3比1的配比 一个是1比3这样的一个配比 互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 那么后续呢 我们也担任了R18双共演进这样一个项目的一个 一个报告人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个Subband的Fuduplex 然后在R19呢 我们也会立足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开展 继续做这样标准化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样机研究方面呢 截止去年的年底呢 我们已经完成了单载波这样一个 UDD的一个样机 是在4.9G盒子上来做的这100兆的带宽 然后在验证就当我们看到了 它端到端的这个实验呢 可以达到一个4毫秒 在5个9的那个可靠性的前提下呢 它的上行的那个吞吐率 也可以达到1.4个GPS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相为扩展 相为扩展的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EIoT 叫Extended IoT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个这个技术呢 另外一个名字大家比较熟知 就是无缘无连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技术呢 是因为看到了它潜在的一些市场 这样的一个一个需求 那就是根据统计呢 整个FID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在2023年的时候有356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 那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RFID 这本身这个技术的演进呢 它是比较缓慢的 同时它现在无法满足一些 相关的这个场景下的需求 比如说传统的RFID技术 它的通信距离还是比较受限的 同时呢 它如果还不可以进行大范围 这样一个组网 同时更主要的是 它还不可以支持定位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就是因此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市场潜在的价值 同时也看到 本身这个技术上存在的一些缺陷 我们所想法很简单 就是希望咱们的5GNR这个技术呢 能够替代RFID技术 能够渗透到这个市场里面 来会创造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那么基于这个逻辑呢 我们想整个系统设计的时候 就需要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呢就是希望我们的成本 我们的功耗 能够跟现有的RFID技术是可比的 另外呢我们就希望在性能上 有一个跟RFID相比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这包括一个通信的距离上 然后另外是否支持定位上 另外一个就是能够进行大范围的 这样的一个主网 所以更好的来适用很多的这种工业场景下的 这种物流啊 或者其他的这种监测场景下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技术目前产业的进展情况怎么样呢 在3GPP呢已经开始了相关的一个run level 类似于这种场景需求这样的一个研究工作 那目前也是中国移动来担任了这个相关的 这个研究报告的一个主编的工作 那么同时呢面向R19呢我们也有 很有希望在3GPP里面启动整个EIoT技术的 这样的一个标准化相关的一个工作 那么在测试方面的情况来看呢 我们现在的可以实现的就是通信距离相比RFID 提升可以达到了10倍以上 那么整个这种覆盖呢也在200米左右 这都是要远远那个高于RFID的 但是在功耗和成本上呢 还是有很大的空间 希望我们同事们然后继续努力 来真正的能够实现这种一个低成本的 零功耗的这样的一个万物互联的一个能力 那另外一个往外扩展边界的一个技术呢 就是通感 这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个技术 无论是5G演进还是6G里面那个 都带提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其实做通感的底层逻辑 跟刚才说的EIoT是差不多的 我们是看到了这种交通系统 这种它的雷达 它的交通雷达 无论是对车联网的 还是对无人机这种低空经济的 在这个里面也看到了他们潜在的 这样的一个商量价值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呢 咱们这个一个5G的技术 如果在里面引入的话呢 同时也能够一方面呢 成本需要比现有的这种交通雷达 这样的一个部署方式 成本要降下来 所以我们叫通感议题 所以它最关键的是议题 能够共同来share 我们整个的一个通信的这样 无论是站着还是一些硬件 特别是天线这样的一个资源 才能保证它成本的一个降低 才可以对交通雷达的一个替代 另外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呢 就是你要跟它比较性能 要有一个提升 那么主要就是感知惊动的 这样的一个提升 一个是感知的距离 另外一个就是感知的 无论是它的角度 它的速度 还是它的位置 整个精度的都需要进一步 这样的一个跟雷达相比 可比拟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才有可能让我们这样的一个通感 这种一网多能这样的新形态 这种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功 那么相关的一些关键技术呢 主要是第一个就是围绕 如何把这个成本降下来 共享这样一个硬件设计 这样的一个优势 包括我们一体化的一个感知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多样化的一个工作模式 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灵活的 这样一个网络架构 那个灵活的网络架构呢 可以让我们这个感知 这样的信息 可以很快的 然后传递到第三方的 那个它的系统里面去 无论是在基站车 还是在核心网车 都应该有非常灵活的 这样一个感知架构来 来相配合 那么在整个产业推进的情况来看呢 30PP SA1呢 场景需求化的研究 将在今年的Q2做一个冻结 那后续呢 将在RUN和SA2呢 做R19相关的一个立项研究工作 那么通感技术 是一个比较长期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未必可能在R19的里面 会有这样的一个最后出现TS 能够部署 那么面向未来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技术 能够尽快的在5G A在5G的演技里面 发挥起那个更重要的一个作用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点呢 就是其实刚刚在毫米波论坛的时候 也提到了 就是通感呢 更适合在那个毫米波 因为它的带宽比较大 因为带宽大 它整个感知的性能 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那么同时 在这我想说的就是 在低频就是4.9G这个通感上 我希望整个业界 还是应该那个投入更多的资源 来来做研究的 因为毕竟要我们说到这个通感一体嘛 你要是共享我们的占值支援 共享我们的硬件呢 它肯定还是 最好是基于这种低频的 这个情况来做 这样才能真正达到一个 它的成本降低 替代这种交通雷达的作用 那么目前来看 低频方面的性能呢 还是有待提升的 它的感知距离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它在好点 才能做到这种 亚米级的距离的感知 然后角度呢 也是跟这个高频相比 也是有一定的一个差距的 就是后续 我们整个 无论是做技术研究 还是做标准推进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在成本降低方面呢 第一个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的5G 能够跟AI技术 能够结合在一起 来构建一张 自制这样的一个 自制的一个网络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其实AI技术呢 它主要是对那种 非常复杂的 难以建模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可以给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就非常适合于 咱们现在这个通信系统 它我们整个的通信系统 它的需求 它通信需求 包括我们5G的需求 它是非常多样化的 那还有它的部署场景 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 一个频段 然后还有组网方式等等 都有都是非常多样化的 那么这么多复杂的参数 放在一起 如果能够把AI技术引入进来 可以做出这样的 最优的一个决策呢 可以实现整个网络的 更好的一个自动化 智能化 可以大幅 大幅降低我们整个网络的 一个人工成本 同时呢让我们网络的规划 或者认为这样的一个效率 这样的准确性 也可以得到一个 非常极大的提升 那么关键技术呢 我们面向整个网络架构 提出了这种 三层四维的 分层的分布式的智能架构 然后我们再做智能的接入网 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也做了一些 空口的智能化 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空口智能化呢 也是在我们公司 我们同事的主持下 在3GP去完成的 那么整个智能接入网呢 也是由中国移动作为报告人 牵头在3GPP在做的 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面向产业推进呢 这个走的稍微 这个走的要比整个的标准化 还要快了一些 因为我们有一些 先行先市的很多的 这样的技术已经跟 AI 跟 AI 技术结合的 比较紧密的 比如说我们一些技能寻呼 技能寻呼 这样的一个技术 可以很大的 通过这种 AI 的方式 来个计算预测 来降低我们整个这个 网络这样的一个开销 那么还有一些计废的技术等等 还有一些异常问题的发现检测等等 都已经在 在引入 AI 之后呢 都已经有了非常好的 这样一个显著的一个提升 那最后一个技术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低碳高效 就是网络节能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么无论是低碳高效 这个意义就不言而喻 我也不想跟大家多说了 它既是国家的需求 也是整个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然后相关的一些 能够实现网络绿色 更加绿色 更加低碳的解决方案呢 这里面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类 第一类就是 引入新的这样的一些技术 网络节能相关的技术 比如说一些智能 这样的一个关断的技术 还有一些 比如说匹配业务特征的 这种调度 或者各种各样的 这样的技术来实现 网络的节能 还有一些终端的 一些节能技术 比如说我们设计成 设计出专用的这种 节能这样的一个信号 来代替这样的一个NR 然后再换起5GNR 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做 这是从新技术方面 另外呢 我们整个的 网络的散热方面 这个新的散热方面 也做了很多 这样的一个工作 我们做了非常高度的 集中化的这种 C-RUN的部署 然后我们也引入了一些 液冷相关的 一种混合散热的 一个技术 来降低我们 机房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能耗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做了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作为一个运营商 也是起到了一个 好的这种牵引产业 这样引领产业的作用 我们也做了一套 效能的评估计计计 像我们的那个 供火商能够有一个 大家一致的一个 一个整个 关于整个网络能效的 一个评估的 这样一个标准 来牵引大家能够更好的 来实现这种 灭向未来的中国移动和 合作伙伴们 将在5Ga的旺子上 整体这样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情况 我们是沿着标准制定 产业促进 和这种激发创新的应用 这个三条路是并行来做的 那么3GPP呢 现在在预计在明年的 2月份的时候 就会出现第一个 冻结的 然后可以商用的 这个R18的 也就是5GA的第一个版本 那么整个关于29的 技术的研讨 已经开始了 那么也将在那个 明年开启相关的 这一个工作 那么关键技术研究 研究上面 我们也更加的 深入到这个 产业链里面去 来基于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测试 这样的一个平台 以及未来 在更多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城市 来打造5GA 相关技术的一个 一个样管间 来撬动 整个这样的一个 产业的价值 那么另外在应用创新上 也是同步进行的 我们也会探索 更多的这样的一个 应用的一个场景 来支撑 整个技术的一个 一个眼镜 最后总结一下呢 就是面向5GA眼镜呢 加速商业成功的 几点非常重要的一个 其实就是我们 刚才提到的 三个目标 一个是让我们5G能做的 做得更好 第二个就是 让我们5G不能做的 然后可以做的更多 第三点就是 让我们5G的使用 这样更加的 一个便捷 那么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 这个英文 The best preparation for tomorrow is doing our best today 显得比较有文化一点 实际上想说的就是 希望能够跟 跟合作伙伴们 能够尽快地 准备好 迎接5GA的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五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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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